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意识同样 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部》 正在播放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一些国内的事情 如果有留意国内的新闻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有一位知名地产商潘石雅的儿子 潘瑞 他在网上乱写东西 帝位解放军 书边官兵的事情 当然一些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的界线 相信很多人都清楚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不会死 喜欢在网上乱叉的说话 好了 今次就真的乱说24日搞了他大头发 北京的警方就发布通报 就要求他尽快合协助调查 潘瑞目前就相信在外国的 但是他在网上写的东西 当然就在国内的平台的 据北京的公安分局 海定的公安分局 就在微博3月15日就发布 就说 新闻媒体报道 捍卫国土树边官兵的英雄事迹后 有群众向警方举报 某一位新浪微博用户 在2020年6月23日 在微博评论区 就写了一些诋毁英雄烈士的评论 这种做法就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报就说到了 警方经过调查核实 而这位用户潘某 就在2020年2月2日离开北京 直到目前为止 一直在境外 海定的公安分局 就依法对潘某 刑事拘留 并对其展开追逃 在目前 当地警方 就敦促他尽快回国接受调查 应该 对于这些侮辱 诽谤这些方式侵害 烈士的名誉 荣誉 和做一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地警方 是必定会依法严厉打击的 然后 中国的央视新闻 的新闻评论 就说到了 英雄 是不用造谣和抵挥 大方缺持 信口开河 冒犯英烈 就是 与正义为敌 与法律为敌 与人民为敌 身为知名博主 更加需要感恩 知敬畏 守法治 互乱网 不是一个法外之地 哪个以身事法的话 都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法妄灰灰疏 疏而不漏 逃得了一世 逃不了一世 那这位潘瑞呢 就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句说话而已 他就说 他在那个 就是 边境冲突的事件底下 的新闻的底下 就说了一句说话 很酸地说 听说至少一个营被印度活埋了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天壮 哇 就是你听到 你见到这些那么可活的说话 你正常人呢 就都是 觉得这个人是很无耻的 死了之后 还在那儿 大言不惨 就是有死人 就还要在那儿 大言不惨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没办法了 你就真是 触犯了一行罪行的 那我 其实我自己呢 就都 都是在 网令 都非常之长 因为由于工作关系 也都经常 都要接触这些互联网 社交媒体 是不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为什么 有些人 那么喜欢 网上乱说24的呢 我自己就认为呢 这种啊 很明显就是一种呢 是 一种所谓的孙文文化 那什么叫孙文呢 首先孙呢 就是英文呢 就叫Troll 孙文呢 这个词呢 就本身是来自 这个 台湾的用词来的 那 来自这个的 批踢踢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台湾的 FORUM的论坛 是 类似的高登 其实是一样的 那些人呢 那个性格都是这样的 就喜欢呢 在一些 一些事情上 用一种很负面的方式来 抵毁对方 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好 总之就是 很负面的 那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 什么为止孙文呢 假设 你就在社交媒体那裡 今天你的午餐就是 你的下午呢 就是吃一份 生菜沙律 贴一幅照片出来 那没什么呀 你分享你那碟沙律 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 很多杂菜 很多蔬果 那 照道理 很健康才是 那孙文又会怎么留言呢 那 孙文A呢 就会说 哇 为什么这么坑啊 我等钱花呀 孙文B 跟着就说 你熟牛的吗 吃这么多草的 那孙文C 就说什么呢 长期梁美月光族 没钱 就吃草 那孙文D 就说什么 哎 很可能的 他现实很肥的 那孙文E 跟着就说 哇 素食L过煮 扮了东西 那 你看到这么多这些人 在同一个账号留言在底下 其实就很影响 发布者那个人的心情 如果发布者那个人 定力差一点 就真的是当真 看到这些文字 就觉得 无端端被人抵挥 就很 很无辜 厌重的话 那这些是不能说笑的 我刚才说回来 就很好笑的 但是其实是不能说笑的 你是很容易 如果当事人的心理质素 就不要那么差一点的话 就觉得这些说话 是当真的 去认真地对待的 轻质呢 可能就造成一点的 负面的心理压力 重质呢 就分分钟 要做出一些 自残 甚至自财的行为 其实就是 这种 这种孙文的文化 就绝对 不应该去鼓励 或者不应该提倡的 因为并不是 每一个人 那个心理质素 都是非常 就是非常之强大 就是见到这些 这样的孙文的说话 就当真的话 就很容易死人 从而就可以知道 这种文化 是对社会造成 一个负面的影响 而这种负面的影响 是会令很多人 进入了一种 所谓的 负面回旋 barrel of negativity 这种负面回旋 是很影响 很影响 很影响 每个人的心理 它不单止是影响到 单独个体 是可以影响一个群体 那意思就是 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文化 是对社会 不单止对个人 是对整个社会 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那这一样东西 在外国 trolling 就很流行的 还有觉得打打闹闹 无双大雅 但是其实很多研究 都看得到 这种行为是帮我随的 那再说回 这位潘瑞 潘瑞 他父亲的潘石瑞 潘石瑞做什么呢 他本身就是一位知名地产商 是帮中国首富 是啊 潘瑞 他的儿子真的这么不生性 寫了这些东西 搞到 连他老爸 都被人骂 又骂他什么 骂他 他老爸 占了这么多钱 还捐去美国 史丹福大学 都不 一元都不捐给中国 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 就这样骂他老爸的 在这件事呢 他老爸无无辜 照理潘瑞 就已经成年了 成年人呢 就应该是自己 扶回自己的责任 很不幸 他老爸 都成为 被攻击的对象之一了 那先说回潘瑞 有网友就说 他所说的 是纯属造谣 恶以诋毁解放军官兵 也有网友就说 潘瑞造谣 污辱得太严重了 在疫情期间 都还在造谣 这件事呢 必须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另外 又有网友就说他 潘瑞的老爸 在疫情期间 一个线都没有捐过 还捐给史丹福大学 一千万美元 这个我就真的 没办法去核杀的 这些是网民的留言 另外也有资料就显示了 潘瑞是潘瑞的第一任妻子的儿子 曾经在英格兰 名校华威大学读书 之后呢 就在华威大学的同学 妙情结婚 目前呢 他个人呢 就身处在英国的 华威大学 你知不知道哪个人出名啊 台阳 陶杰 陶杰 陶杰是个特业的 是吗 怪不得了 都是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 同样的校园文化 都是这样 尖酸黑薄 说的 其实随之之外 另外也有一个网络大V 叫做 纳笔小球 都是犯了类似的错误 就是在网上胡说的 那纳笔小球 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阵亡一定不止四个人 可能 印度敢于第一时间 公布阵亡人数 和名单的原因 看来印度 已经他们赢了 代价可能更少 他还形容 中印冲突 中的解放军团团长 个性是 飞将 脱渡 神机 血露 和强运 这些就是一些 如果玩开一些游戏 玩开些 三国志的游戏 就 个人属性 就放了到 团长里 那这位 那这位 辣坟无求 亂参讲话 就一样 要遭到 要负责任的 不单止微博封号 亦都遭到中国官媒集体谴责 去到3月1日就正式被拘捕 在中国国内 为确保社会对特定议题 保持一个严肃性 以及亦都要压制这些孙文文化 糾正社会的舆论导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年5月1日判布的一项法例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对于过世后认定为烈士的英雄人物 包括军警、消防教师等 发布公开侮辱性的言论 是会论为民事违法的 由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 同于一种民事的公诉罪 那有案例 这是第一单案例 就是在2018年5月就发生的 就是在5月14日 淮安市清江蒲区某小区 一栋高层的住宅火灾 消防员谢勇和三名同事 组成的救火小组 进入楼内侵查 一名消防员感到设备有些故障 身体不惜就向这位谢勇求救 那谢勇先生就卸一下自己的装备 卸一下自己的呼吸面具 就给他的同事用的 那在灼烟的火情里面 冼烟的灵烂漫底下 那谢勇在滑城下车的过程中 不慎就堕楼牺牲的 那在公安部呢 也都因为批准谢勇追攀为烈士 因为他是献身于国防 这件事情 攀发一个国防金质纪念像的 那有条小伙子 这个人都不小的了 37岁 姓曾的 那么他在微信上面 就是在一个微信的一个群组底下 就讲过些什么呢 关于这件事情 他讲过一些 都很侮辱性的说话 那么他就说 不死就够红 死了就英雄 自己调度来 怪谁 有网民就向公安举报 曾某就先以沉印之事罪 去拘留的 之后呢 去到5月21日 就是江苏省的检察院批准 依法对曾某侵害英雄烈士名义权 选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提出民事公益诉讼 此后呢 这个案例呢 就会成为庭审过程 经常成为一个专题的题目 来到公开 拿来做一个case study 可以说是一个案例的阅读 之后呢 谢勇家属呢 就不希望在这件事里呢 说要再添烦添乱了 希望就赔偿了事了 从事呢 他也都公开忏悔道歉 还有他又解释 之前是因为和老婆吵架 喝大两杯 所以就乱写的 最后呢 判决就是在七日之内 就公布道歉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奉劝一些 一些盲友 说话呢 有时可能一两句 我自己觉得 但是呢 有时都需要考虑一下对方的 有时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 我们的频道都见不少一些 类似的宣民的留言 但是希望大家保持一个文明 因为呢 有一点 香港呢 你做宣民呢 就不犯法的 就是什么差 你都会说大难餐的 这个就是香港和国内的法制 不一样之处 既然是这样的话 有宣民来到我们频道 我们都没办法的 我是呢 太过负面的说话呢 都已经尽量删的了 其实删除你们的宣民留言 某个程度上都是保护回你们自己的 是啊到时 因为各地的法律不一样 到时乱的留言呢 你犯了法都不知道的 没错啊 还有就是有时 人呢 为什么要留下厚德呢 其实都是某个程度上 都是对你自己好的 因为你经常呢 就讲一些负面的留言 不多不少也都是 显示得到你 你个人的质素 都是颇为之 低下了 很直接的 我自己就希望了 多一些高质素的留言 这样的讨论空间 非常之好 国内的朋友更加要小心 千万不要做一个宣民 有时说的东西 其实台湾最多的不是国内 台湾最多的 这个没办法 台湾他们人又多过香港 宣民又多过香港的 是啊 你看到好像潘瑞这件事情 他在去年6月说的 你虽然隔了大半年 可能你自己讲的东西 都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网上是有记录的 有人会举报 自然就有法律 就会去追究的了 所以说话真的要 慎言 好了 这节我就讲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拜拜 拜拜 拜拜